上市12年经历了多次的更新换代 累计用户达到了317万 提到这些数字 你一定认为我说的是一款合资品牌的车型吧 不 这回你错了 我说的是吉利的地豪 现款地豪已经在这个市场征战了多年 它的竞争对手都纷纷的换代了 或者推出了全新的车型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现款地豪已经有些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 所以我身边的全新第四代地豪 它来了 新车采用了一个BMA架构平台打造而来 这和新锐的CMA还是有点区别的 来到车头 我们先不聊它的设计 我们先说说它的车宽 这款车的车宽达到了1820毫米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现款地豪是1789毫米 紧凑型轿车的标杆车型速腾是1800毫米 像我们之前总是调侃的宽体轿跑零度为1826毫米 这么宽的车宽呢 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认为有两点是它的好处 一呢 是让它外观看起来更加的协调 更加的宽 也更加的低矮 第二呢 势必会给车内带来更好的乘坐空间 全新地豪采用了一个钝形加直布式的中网设计 这和新锐等吉利的其他车型非常的相似 前包围呢 也经过了重新的设计 这样它看起来不那么佳用 我们眼前的这台试驾车应该是一台顶配的车型 它配备了全LED大灯 LED日间行车灯和自动头灯的功能 配置呢 还是挺有诚意的 当然了 我也希望这些功能能下放到更多的中低配车型上 侧面呢 我说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从头灯一直延伸到尾灯的这一个腰线 让它看起来非常的修长 第二点呢 就是它这个C柱更加的舒展了 不像相关车型 它有点过于圆了 整体的设计呢 没那么协调 看起来有点像个包子 从第二代地豪开始 它的中高配轮圈都采用了一个双五幅的设计 其实新款呢 也用了这么一个设计 虽然它整体造型呢 跟老款肯定是不太一样 但呈现出来的效果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然后轮胎呢 采用了一个家通的品牌 尺寸呢 为二零五 五零二十七 来到车尾呢 我们能看到啊 它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造型 再加上这个底下的黑色的装饰板 在质感和高级感方面 相比于现款 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它的尾灯呢 是一个贯穿式的造型 夜晚点亮之后呢 是全可以亮起来的 它里面呢 含有190个灯珠 点亮的效果呢 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啊 好看归好看 它的车尾呢 总让我有一种起压K3的即视感 它的后包围呢 采用了一个比较平缓的设计 没有一个外露式的排气 也算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吧 它的后背箱呢 没有一个外露式的一个开启按键 想开启它的话 要不用手中的钥匙 或者说是车内才能开启 这一点 不太方便 坐进车内啊 不管是它的设计 还是它的用料 相比于现款车型 真的是从现款车型的40岁 一下变到了现在的20岁 年轻太多了 它的仪表盘呢 和中控屏幕分别采用了12.3英寸 和12.25英寸的一个双液晶仪表盘 两块屏幕的显然效果 和中控屏幕的反应速度都非常的不错 当然了 这是一款试装车啊 所以我们就不过多体验它的功能了 放盘呢 采用了一个三幅的样式 它的粗细呢 其实非常适合男人的手 非常的战斗 然后它的皮质的手感呢 也相当不错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它只是上下的调节 前后呢 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这款车的储物空间呢 真是相当的丰富 像中控台下面 它有两个可以放手机的一个储物格 后面 然后有两个背架 它们后面那个背架呢 是一个装置 把这个装置卸掉之后呢 它是和整个的中央活动箱是相连的 里面的容积呢 相当的不错 它手刃箱的容积呢 就比较常规了 左嘴前方的一个小的储物格 里面呢 可以放一些钥匙 或者票具 驾驶证之类的物品 门板的储物空间呢 我确实非常的喜欢 它在门把手上是一个封死式的 放个手机 完全没问题 然后下方的储物格 非常的长 而且它还做了 飞架的一个划分的区域 这个划分的区域 非常非常的大 我目测啊 放一个两升的可乐 完全不是问题 它的前排座椅呢 材质呢 还是比较柔软的 整体座椅的乘托性啊 还是挺不错的 像前排我 调好我的乘坐空间 头部 还有差不多不到四指 三指左右的空间嘛 整体表现呢 只能说中规中矩吧 接下来我们到后排 看这车表现怎么样 坐进后排 它整体的坐垫的软硬程度呢 跟前排差不多 还是挺舒服的 而且它坐垫的长度非常足够 能承托住你的腿 空间方面呢 我坐好之后 头部有三指 腿部呢 为四指 整体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它中央地台呢 基本为纯平 所以坐在中间的乘托呢 也不会觉得难受 后排出风口 下面有一个储格 可以用来放手机 以及后排门板 有一个超大的储格 跟前排都是一样的 非常非常的实用 不过中央这个位置 没有一个头枕 也没有中央的扶手箱 在配置方面呢 还是有所缺失 打杀后备箱 它的后备箱容积呢 在同级别中 算是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亮眼之处 它的后排座椅 直直四六比例放倒 只不过放倒之后 会有一个小的台阶 多多少会影响 它后备箱的实用性 打开后备箱盖板 它这个盖板的质量 确实是有一点廉价啊 然后它采用了一个 非全尺寸的备胎 它备胎的四周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剩余空间 我认为吉利 应该可以把它 好好的利用起来 全新底豪搭载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功率114马力 最大扭矩 147牛米 传统系统 匹配CVT变速箱 至于手动变速箱 是否有搭配呢 官方暂为公布 聊到最后 我们对它做一个总结吧 第四代地豪 采用了新的外观内饰设计 新的底盘架构 新的1.5升发动机 这些都让它对得起 全新二字 虽然它的方向盘 不能前后调节 虽然它的后备箱 不能从外部开启 但是如果它的上市之后的价格 能跟现款持平的话 那么我相信 它依然有着 相当强悍的竞争力 以上就是这期 试加现场的所有内容 如果您有任何 汽车相关的问题 欢迎来到我的编辑博客 以及我的新浪微博下面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